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对维和部队的袭击 以色列为何要攻击联合国维和部队 内塔尼亚呼敦促联利部队撤出 离南部交战区 联利部队的表示将驻守原地不撤退 那么以军和联利部队会爆发更大的冲突吗 另外 美媒援引美官员的消息报道说 以色列会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 消息人士透露 海湾国家正从中斡旋 劝说以色列不要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以色列迟迟为行动在权衡什么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李绍仙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声明说 13日凌晨观察到一军三个牌的士兵 越过离以临时界线蓝线进入黎巴嫩 40 30分左右 两辆以色列梅卡瓦坦克破坏了驻地大门 强行进入驻地 多次要求驻地熄灯 联力部队通过联络机制提出抗议 乙军坦克大约45分钟后离开 60 40分左右 驻地附近100米外有数发炮弹发射 浓烟进入驻地后 15名维和人员虽然戴了防毒面具 也受到影响 包括皮肤过敏和未肠道反应 需要接受治疗 联力部队要求乙军对令人震惊的侵犯行为 做出解释 这次是乙军开入黎巴嫩南部 清剿真主党以来第三度与联力部队冲突 之前乙军两度炮轰联力部队哨战 造成5人受伤 乙军其后解释 因为当时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 25人受伤 其中两名士兵重伤 一辆坦克在试图撤离伤兵时遭到攻击 坦克向联力部队的营地后退了一段距离 在敌方停火且受伤士兵撤离后 坦克离开了该营地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 乙军并没有对联力部队构成任何危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对联力部队人员受伤表示遗憾 以色列将竭尽全力防止联力部队的伤亡 不过以色列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赢得战争 内塔尼亚胡敦促联力部队为了自身安全 撤出黎巴嫩南部的交战区域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以军冲入联力部队驻地表示深感担忧 并指出袭击违和人员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可能构成战争罪 呼吁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以军在10号和11号是连续袭击了 联力部队的哨塔 目前是造成了5名士兵的伤亡 我们看到在13号的时候 以军是直接把坦克强行闯入了 联力部队的驻地 为什么以色列要袭击联力部队呢 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联力部队呢 因为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这个边界 这一线啊 它分布是非常之广的 大概40多个国家 1万多联力部队的这个威吓人员 部署在一个比较长的这个边界线上 我们都知道啊 以色列现在已经开始在黎巴嫩南部进行 他所讲的有限的地面行动 这种地面行动啊 那联力部队的存在 显而易见 它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不只是10号 11号 在9月底的时候 联力部队一座中国的营地的外边 大概700米的地方 已经遭受了炮击 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告 这次之后啊 以色列其实他也 怎么说呢 他比较公开 他也并不说 这个隐瞒他的意图 他就很公开的讲 就是要求联力部队离开 然后闪开路 他这个是他们的障碍这样 所以10号 11号 连续两次 这个击中这个扫塔 那扫塔是很明显的 是吧 他击中扫塔 造成这个联力部队人员的这个受伤 其实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更明确的就是昨天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 公开向古特雷斯 就联国秘书长喊话 要求联力部队离开这个交战区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联力部队的广泛的分布的这个存在啊 已经现在已经成为 以色列进一步这个大规模的推进地面 进入这个黎巴嫩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向联力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40个国家 在12号时发表了联合声明啊 强烈的谴责以色列的行为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联力部队在黎巴嫩南部 已经是部署了46年的时间了 这支部队的规模有多大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部署40多年呢 它是这样 就是联力部队呢 是1978年 当这个以色列第一次地面入侵 黎巴嫩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425号决议 来派遣联合国违和部队 临时部队进入这个黎巴嫩南部 来进行违和 当时呢 规模还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它作为一个临时部队的部署 4000名违和人员 是这样 那么在2006年 就是以色列所成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后 这个联力部队呢 进一步扩大 是在联合国安理会1701号决议 这个决议案的这个规定下 联力部队有所扩大 现在大概40多个 50个国家派遣了维和人员 大概是1万多名 超过了1万人 这样的维和部队的这样一个规模 联力部队的广泛部署啊 应该说在2006年之后 一直到2023年10月7号 保证了这条边界 或者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使这条边界的 就是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条边界的 成为17、18年来 就是相对平静的一条边界 应该说它对维和 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内塔尼亚胡说呢 为了联力部队的安全 呼吁他们尽快地撤离相关的地区 但是联力部队的发言人就说到了 会坚守在这里 不会撤走 拜登也说希望以色列能够停止 来袭击联力部队 那您觉得以色列方面 会听美国的建议吗 现在很难说 我觉得从这个昨天 内塔尼亚胡 那番对古特雷斯的喊话来讲 很难说 但是最新的消息啊 据说这个以色列中文 那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了电话 通了电话呢 据说在这个电话中 加兰特向奥斯丁保证联力部队在这个地方的安全 所以现在啊 这个形式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从大面的上讲 大家都知道 攻击联力部队肯定是违反国际法的 而且可能涉及到战争罪 这一点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 而美国总统是明确表示 昨天在记者问他的时候 就说怎么看这个 他是不是以色列那个 反对不反对以色列对联力部队的攻击 他用两个词 一个是绝对 一个是肯定 就是肯定反对 绝对是反对 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啊 就是说以色列是这样 就是他如果要大规模 入侵这个里巴嫩南部的话 联力部队确实是爱手爱脚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必于趋之而后快 这个他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现在呢 他面临的国际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毫无疑问 包括马克龙已经呼吁 停止对以色列供用武器 大家知道 如果说西方国家 停止对以色列供用武器 特别是美国要停止的话 以色列这场战火 他是持续不了多久的 这是大家看得都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就看外部的压力 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压力 如果美国玩真的 那以色列恐怕不敢 去动这个连离部队的 但是如果美国只是 表示一下态度的话 那以色列这个驱离 这个连离部队 我觉得下一步连离部队 恐怕别无选择 在危险的地段 恐怕他得撤离 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在12号是亲自开着飞机去到了黎巴嫩 会晤了黎巴嫩看守政府的总理 已经以国民议会的一个议长 卡利巴夫之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个指挥官 他在这个时候去到黎巴嫩 您觉得他带着什么样的意图呢 他的意图是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挑战性的 大家要知道在半个月前 以色列已经发出了威胁 任何伊朗的飞行器降落贝鲁特机场 那么贝鲁特机场都会被以色列作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当时以色列发出这个威胁的时候 有一个伊朗的航班正在向贝鲁特飞而被迫返航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就是很明确以色列是已经有威胁在前 而他亲自架飞机去贝鲁特 大家可以想见他在干嘛 那当然就是挑战以色列这个威胁 以身这个挑战这个威胁 我觉得这个意味还是比较浓的 卡利巴夫呢 他本身曾经做过这个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 而且他是飞行员出身 所以他驾驶着一架伊朗政府的公务飞机 但是是空客 他来到贝鲁特 我觉得他这个挑战的意味 就挑战你这个威胁 我不care你这个威胁 这是他的一个意图 第二个意图呢 大家也应该看到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特别是10月1号 伊朗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导弹攻击之后 伊朗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 非常非常的平凡 这是历史上可能很少见的 一个大家都看到了 他的总统见了 普京 见了普京 而在此之前 就是9月30号 在伊朗大规模导弹攻击以色列 之前一天 这个俄罗斯的总理还访问了德黑兰 也会见了这个佩泽西齐亚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 展开了一系列的 传说的 广泛的这个 外交的访问 去了里巴嫩 去了叙利亚 去了萨特阿拉格 甚至于跟阿联酋 卡塔尔 埃及等等 非常广泛的 这样一种外交活动 卡利巴夫到贝鲁特 显而易见 他是这整个这个外交活动 应对这个新的形式 特别是10月1号 这个伊朗攻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宣誓要报复 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显然是 他整个外交活动的一环 在伊朗的议长 去到黎巴嫩的前一天 也就是11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是跟黎巴嫩的总理 包括国民议会的议长 通了电话 所以有媒体就分析说 美国是想趁珍珠党虚弱之际 推动黎巴嫩 尽快地选出一个新的总统 这方面你怎么来解读呢 我认为是这样 美国它最就是两个目标 平行的两个目标 一个它不希望 目前这场冲突明显的升级 特别是酿成战争 酿成真正的大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这是它的一个 第二个它又要保护以色列 或者支持以色列 大力地削弱争助党 所以它是这两个目标下 美国一直在推动什么 推动这个停火 大家要知道在9月27号 纳斯鲁拉被以色列空袭 炸死之前袭 就26号 实际上美国正在推动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停火的这个方案 据说纳斯鲁拉已经同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美国实际上是 就是为了实现它的目标 那珍珠党同意 美国要接受珍珠党同意的方案 那肯定是 应该是相对来讲 是以色列可以接受的 就是比较有利于以色列的 这样 前两天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珍珠党的 就是它的副总书记 这个他公开发表讲话 公开发表讲话 大家都看到了 说他没有再提 他愿意停火 他同意这个黎巴嫩政府的 这个停火的这样一种努力 但是他没有再提停火的先决条件 之前是说 加沙必须停火 那么黎巴嫩这边才能停火 他没有再强调这个 好多人认为就是说 他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弱化下来了 就是开始让步啊 或者什么 郑州党受到成龙打击之后 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这个还不能看着说 这个郑州党这个认虚了 或者这个认输的表现啊 什么的 它是在一个大的环境下 因为大家知道 以色列现在是把黎巴嫩 作为一个这个像人质似的 就是我狠狠地摧毁黎巴嫩 使得黎巴嫩政府 黎巴嫩国内对珍珠党构成重大的压力 美国在大力的推动 如果说黎巴嫩珍珠党按照以色列的要求 撤出黎巴嫩南部 利塔尼和以南 那么以色列它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占达到目的 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美国现在在推动这样一个问题 而推动的重点啊 它就是做黎巴嫩政府的工作 这个压制黎巴嫩政府 向珍珠党施加更大的压力 现在距离以色列发动 对黎巴嫩有限的地面进攻 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 在您的观察来看 双方的战况究竟是怎样的 另外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表示呢 希望以色列能尽快地从军事行动 转向外交手段 美方的表态又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确实是这样 就是现在黎巴嫩的局势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以色列狂轰滥炸 那是从9月下旬就开始了 而地面行动 也大概十多天前就开始了 这样 那么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 它是现在仍然是一个 以色列空袭为主 地面的这个入侵为辅 现在地面入侵还是比较浅的 大概在离以边界 黎巴嫩一侧 一公里到四公里 就是它还是用以色列的话讲 它还是试探性的 初步的 有限的等等 这个还是可以确认的 但是从这个架势来看 以色列是摆出了一副 要全面入侵 这样的架势 你比如说 它部署了四个师的兵力 而且目前来看还在增兵 那么于是同时 它把不仅是利塔尼河以南 它把阿瓦利河 就是利塔尼河以北 三十公里的一条河以南 全部化为战区 要求阿瓦利河以南的 这个黎巴嫩平民 向阿瓦利河以北撤离 从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黎巴嫩现在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整个这个领土 已经成为以色列划定的战区 所以一场大规模的入侵 恐怕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是这么样的情况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要向连离部队 发出这个威胁 实际上主要就是这么样一个局面 在离以不断加剧的这个冲突中 郑主党的反击的力度 正在逐渐地在上升 这也是可能他的领导人 大批地被暗杀之后 他逐渐地在恢复 这样一个反击的能力 最显著的就是 以色列在10月8号 他在地面军事行动中 遭受了比较大的挫折 那么黎巴嫩正主党 一次反击 一次伏击 打死了8名以色列士兵 这可能是开战以来 以色列损失比较大的 最新的消息 就是昨天 黎巴嫩正主党的一架无人机 攻击了以色列境内 就是黎巴嫩边界到以色列境内 60多公里地方的一个军事营地 这个营地是训练国防军的一个训练基地 打死了多少 打死了4个以色列士兵 打伤了61名以色列士兵 炸伤了 所以这一次无人机的事件 据说是以色列没有引发以色列的警报 所以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我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奖 这是去年10月7日以来 以色列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伤亡 好 先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新闻见日谈 继续带您关注 美媒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以色列或打击伊朗军事及能源设施 情况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 一会见 新闻见日谈 欢迎您回来 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官员认为 以色列在应对伊朗近期袭击的行动当中 已将打击的目标缩小至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12号引述匿名美国官员消息表示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以色列将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或进行暗杀行动 认为以色列已将目标缩小至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 报道还指出 以色列尚未敲定最终行动的具体时间和方式 报道说 美国官员称以军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命令下达 随时可以行动 此外 以色列并未向美国透露具体的时间表 目前也不清楚 以色列官员是否已就时间表达成一致 据路透社13号报道 美国计划向以色列移交一套先进的反导系统 并派遣美军操作该系统 美国国防部当天证实 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 并派遣相关美军人员 以帮助以色列在伊朗发动袭击后 提高防空能力 根据美国媒体相关的消息 您觉得以色列会不会打击 伊朗的军事和能源的基础设施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要对伊朗进行打击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必须和美国协调 它和美国协调 当然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的打击遭受伊朗再一次反击的话 它需要美国帮助它协防 那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长期以来一直寄予希望 希望美国和它一起打击伊朗 所以它在如何回击伊朗方面 它必须和美国商量协商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12天过去了 13天了 那以色列还没有动手 它犹豫什么呢 犹豫就是说 它对报复伊朗 就是打击伊朗的目标和力度 它怎么拿捏 它有多充的因素 因为美国态度是比较明确的 美国态度是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反对你 不只是反对 你不能攻击赫瑟斯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反对你攻击石油设施 那么其他的呢 同时我支持你又自为权 你可以报复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你如果按照我的 就是说劝说 你听我的劝说 我给你补偿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无论是萨德的部署 还是美国现在联合欧洲一些国家 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制裁 这些东西都被视为是 对以色列的回报 你要听我的话 再一个呢 回报可能还有 比方增加对以色列的援助啊等等 接下来还有 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以色列他犹豫啊 非常犹豫 因为他要报复伊朗 大家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或者箭在弦上 随时可能爆发 但是打什么 这个力度如何 这个他得拿捏 如果说力度太大 打击的目标太敏感 那引发更大冲突 那美国人是这个 他自己也受不了 我就举个例子 你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伊朗他已经放出话来 你打我石油设施 我就打你的基础设施进行报复 那如果攻击以色列基础设施 以色列怎么办 所以他这个非常犹豫 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是力度太小 他还会不打 所以现在考验的是以色列 另外有一消息说 海湾国家现在是正在游说美国 希望美国能够劝助以色列 不要打击伊朗的石油设施 海湾的国家担心 如果说冲突逐步的升级 这个战火会威胁到自己 而且海湾国家还说到了 一旦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 他们将不会对以色列开放领空 海湾国家的表态怎么来解读 我们过去不是常常讲 大象打架 草地着阳 其实海湾这些国家 它是非常敏感的 他们为什么非常明确的 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打击石油设施呢 如果打击石油设施 那么伊朗肯定要进行报复 伊朗要进行报复 它报复的目标呢 包括就是潜在的目标 包括部署在海湾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 包括什么呢 包括伊朗已经讲了 你打我的石油设施 我也打你的基础设施 包括石油设施 而这个以色列有 比较富裕的这个炼油能力 而海湾这些国家呢 向以色列提供石油 那么这样的话 那伊朗有可能把海湾这些国家的石油设施 当作报复的目标 所以实际上就是沉蒙是火 这些国家它是要遭殃的 所以这些国家呢 你比方现在盛传美国海湾国家和伊朗在勾兑 就是怎么样的 使这一场危机渡过去 不能排除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卡利巴夫 自己亲自驾驶飞机飞到贝鲁特 那么卡利巴夫飞过去之前 有没有跟美国沟通呢 如果以色列把卡利巴夫的 这个驾驶这架飞机作为目标干掉 那等于是干掉了 这个伊朗的领导 国家领导人 这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 在这个剑拔弩张的这样一个 这个对攻 迫在眉睫这样一个情况下 其实幕后的外交活动 还是非常非常密集的 就在当前迫在眉睫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 是已经证实要部署一套萨特 到以色列 而且派出了这个相应的 美军的这个人员 美国的此举时可考量 我认为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本身也是对以色列的一种补偿 就是奖励 你冷静 那我就奖励你 萨德呢是这样 美国要部署萨德 它实际上有一个时间段 我认为它至少得十天 那么用三天用书过去 然后拍开部阵等等 我觉得大概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我觉得要是从这个保护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要对伊朗进行打击 那么防止伊朗再打击 来保护以色列的话 我觉得现在迫在眉睫的 大家都认为以色列 随时可能攻击伊朗 它恐怕未必是用得上的 但是它这个意义还是摆在这儿的 就是我是支持以色列的 我是协访你 保护你的 你听从我的劝告 我是给你补偿的等等 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当然实在 美国现在是部署这套萨德 是美国人来操控 那不能排除在这场危机过后 那萨德就留在以色列了 那就等于给你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还是想怎么样的 从这个危机不升级为战争 这样一个角度考虑 好 非常感谢李先生的点评分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